今天早上,我做了一個很重要的決定 就是要放下它 但是這頭果然說放下,那頭它就出現來煩我 你和我一起這麼久,你現在想撕掉我? 你猜你做到嗎? 我已經決定了 你給我歐山安樂死好不好? 好 回到公司,終於不用見到它 相信再過一段時間,我就可以完完全全地放下它 但是,它就是這麼神出鬼沒 你真的不要我了? 人家很不捨得你啊 我說過,我不想再見到你啊 你怎麼整天吊起鬼一樣 被它這樣煩一煩 我決定收工之後,去喝一杯 去緩解我煩躁的心情 誰知道,它又突然在我面前出現 但是,當我看到它和其他男人在一起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我的心會有一種很不舒服的感覺 不行,無論如何誘迫我都好 我都要無視它 我一定可以做到的 霍霍 我 你很久沒陪陪我了 你不想念我嗎? 不行,我說過不再碰你了 好不好 我怎麼吃 我沒有吃 你沒有吃 你怎麼吃 我沒有吃 我沒有吃 你怎麼吃 我沒有吃 你怎麼吃 終於,我最後還是忍不住 好壞啊,笑完了嗎? 開心就笑了 果然,這個世界上有些東西 不是那麼容易放得下的 因為無論你多努力去戒都好 身邊總會出現無數的誘惑 有些事,如果你無恨心去做的話 最終,你只會得到命運安排的教訓 我從小到大都是一個運氣麻麻的人 每次抽象無我份,逛街撲街 周不時會不見錢 所以我就需要特別努力 特別在改變運氣的事上 我會拜讀很多運情書 不論是星座、新潮、血型、蘇文峰、麥寧寧、李承澤、宋少光、陸志豪等等 他們全部都是我人生的導師 每一個可以改變運氣的方法,我都會去嘗試 記得有一次在網上見到只要三步一跪 跪足一千步,就可以改變我一生 但最後都是無效果 直到今年的生日,我收到一份特別的禮物 是一本運情書 這本書包裝獨特 而入面介紹的方法就很有趣 例如要我在餐廳裡大聲喊出咒語 巴里蘆菇拉蘆菇 巴里蘆菇 就會有好事發生 當時真的有一位侍應送了一份野人給我 這位小姐 你是我們餐廳第一百位大聲說出這個咒語的人 這本野人是送給你的 請慢用 還有一次就是要我穿著紅藍色的衣服 在街上拍照,就會有桃花雲 說你都不相信 真的遇到一位很溫柔的男生 難道我真的在轉溫嗎 我和Doris從以前讀書時期開始 我聽到Doris大聲唸出咒語 就會上前送一杯飲品給她 然後騙她說她是幸運兒 看到她當日的微笑 我都非常之滿足 另外我知道Doris因為迷信的性格 沒有時間去認識其他男生 於是我就在網上為她精天細選了一個男生 然後再安排他們相遇 雖然花了我不少錢 但也是值得的 為何我要這樣做 還記得有一次 我發生了交通意外 當時只有Doris趕過來看我的情況 而後來我才知道 她為了特地來看我 放棄了那個一生 才可以做一次的改運方法 這麼善良的女生 只要看到她開心 我就足夠了 其實我是知道R生日上送給我的運程書 裡面的事都是她安排號 以前小時候看過一本書 裡面說只要跟一個長頭髮腿長長 白白正的女生做朋友 就可以改變命運 就在這個時候 我就在班上面發現這個女生 於是我為了我的未來 決定跟她成為朋友 我請你吃朱古力 多謝你霍哥 你這麼忙都抽時間給我 本來今天 我還安排了工作 但見到你 沒問題 那 你脫下衣服吧 脫下衣服 我終於等到這個機會了 老天爺 你終於幸眷顧我這個 單身了三十年的男人了嗎 難道我前日拜神真的靈驗了 還是上星期我報告 叫阿貞家婆收分代產給你看到 你留意到我日行一線的堅持 我一定會回去還多幾次神 以後都不吃肉 不行 我要冷靜 我不習慣這麼直接的 不過既然是你叫到 我就破例一次了 那你先坐下吧 來吧 請起快 你先坐下吧 我心裡有靠近 我們先坐下吧 聊聊聊聊聊 Wow 聊聊聊聊聊聊 這次我這班華家要進行一個人體素描比賽 要一個高大威猛的男模特兒 你又有這麼豐富的模特兒經驗 又有空 你不介意做一陣模特兒吧 糟糕 在這個時候我還要怎麼退縮 做完這次我再去辦好辛苦 然後就可以約黏黏 他一定會出來 太好了 我們今天有三個主題 第一就是自然的美 不過 待會我們要放些盆栽在你面前 你有沒有問題 沒問題 幸好都是坐下 不對勁 撐你的費嗎? 有蚊子嗎? 畫多久? 我的手很冷癢 至什麼賢的美? 有蚊子嗎? 是嗎? 追我打拾你嗎? 喝飽了嗎? 算你會做 否則我一定會咬死你 好,你這個街 追問 別再咬了 別吵了 走開 好 第一個主題 完成 嘩 那怎樣?是不是可以走的? 什麼你這個萌室 都是三個主題 我想起有些事要做 我要先走 你真的要走了? 唉 那就糟糕了 自然的美已經畫完了 如果第二個主題 英雄救美 先來換主角的就 英雄救美 忍了這麼久 怎麼可能走了 來吧 蘇琳 我們一起脫衣吧 神經病 你當我霍哥是甚麼人 我是一個最支持藝術創作的人 我會搬圖而廢嗎? 繼續 完美 竟然他肯留下 實在太好了 我們就特地運用這個Lemo 做你的Partner 待會你只保持這個姿勢就可以了 這個世界上有七十幾億人 為甚麼偏偏就是我遇上這樣的事 媽媽 我對不起你賜給我的驅學 爸爸 我對不起你那顆這麼完美的精子 搞定 好了 終於到了我們今天的最後一部分了 最後一部分是 祖安神之美 祖安神之美又是甚麼來的呢? 你每一個早上一起來 他會不會起來的嗎? 扯旗啊 你要說我扯旗? 聰明就是你扯旗了 準備好的就來吧 會不會這麼好? 這個主題 扯旗 對男人來說是很正常的 除非他 你真是欺人太甚 本來你叫我畫甚麼我都配合你的 你現在叫我看著一群不識的男人面前扯旗? 你認對不起 這件事沒可能 我先走了 發神經 嘩 不錯 我夠聰明走得快 要不然讓他們知道我一直都扯著 不然被人笑死 而且我這次走得這麼帥 這邊一定是著迷的 表妹 看你這個男人也挺適合你 表哥 三叔公 堂弟 姑丈 八叔 你剛才這樣做 會不會有點過分了 我們就是要幫你試一下他的忍耐力 毅力 和尊嚴 他被蚊叮 他依然可以捱過 你要記住一件事 你結婚之後 你有可能會變成一個大肥婆 他又可以背得到你 最後 他有些事情 是不會被外人看得到的 依然會留給最愛的人 真是不錯 不錯 其實 他是一個不錯的男人 愛情 為什麼會變質 這個世界 又有沒有不會變的愛情呢 送什麼的 什麼來的 你打開就知道 很特別 生日快樂 一開始跟他拍拖的時候 他每次在我生日 都會送一份 很特別的禮物給我 生日快樂 生日快樂 當時 我覺得這個女生很有趣 充滿新鮮感 他永遠都知道 我想要什麼 如果可以的話 我真的很希望 我們永遠都像現在這樣 但我沒想到 新鮮感 原來會有 被時間沖淡的一天 有一天 發現他已經沒有那麼可愛 他的笑容 已經不再令我心動 有一天 發現自己想和他保持距離 不敢再面對他的熱情 有一天 才發現 他送給我的禮物 已經不再適合我 已經不再適合我 原來 我已經不再愛他了 我知道 他是一個好女孩 但我始終 沒有勇氣告訴他 因為我不再愛他這個事實 我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疏遠他 和他保持距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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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幫你進去按 不用了 對了 我整天的手末還沒做 我先進水方正環 你吃東西 今晚都不會進來發我 每次見到他這樣的樣子 其實 我都很心酸 他很努力地去討好一個 如果 已經不再愛他的人 你這種人 我就是不願意做壞人和別人說分手 但我跟你說 你越拖 對女生的傷害越深 那我可以怎樣 今天是我的生日 難道我就會跟她說分手 那 過了生日 你再讓她出來說清楚 她是女生 你沒理由拖著人 今天 是她和我過的最下一次生日 過了今天 我就要放棄這段感情 只好紀念 我們 曾相容 我們分手吧 生日快樂 那一刻 我終於擺脫了她 但我怎麼都開心不到 腦裏面 冷味的全部都跟她開心的畫面 真的不太痛 時間痴光 可已倒流最多 再問你去抱擁 曾幻想的星空 再問你去抱擁 你 一份怎樣的生日禮物 才可以令你愛的人開心 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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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每一年都送一份 最特別的禮物給她 我之前聽她說過 她對唱片機很有興趣 不過算了 這些舊式唱片機很昂貴 只要她喜歡 無論是多貴的禮物 我都會存錢去買 只要她喜歡 無論是多貴的禮物 要花多長時間 我都會用心地完成她 只要她喜歡 無論是多難買的禮物 我都會想盡辦法買到她 每一年都攪盡老汁 花盡心思 但是當我看到她收到禮物 很開心的樣子 我就覺得很滿足 我真的很想 將這段關係 永遠保持在最新鮮的時候 但是… 嘩 那舊片斷了 不是吧 這樣也斷了 不怕 我應該黏一花 不怕 不用黏了 我都看我這麼溫暖 你不悶嗎 原來 禮物都會過保質期 愛情 都是一樣 有一天 她不再很熱情地陪著我看無聊的東西 和我一起笑 有一天 她不再抱著我睡 陪我失眠 有一天 她不再留戀我送給她的東西 曾經很開心的回憶 已經成為過去 原來 我已經成為了 她最熟悉的陌生人 我不想這樣下去 我想返回這段關係 最喜歡吃 避風藏炒蟹 不過算了 很難做的 你完全不懂得煮食 用多久才能吃 我知道 但我不想這樣放你們這段感情 我怎樣也想嘗試 做一件她最喜歡吃的東西 和她再去一次 她最喜歡去的動物節 找回我們以前那種感覺 但其實如果你真的發現她對你已經沒有感覺的話 那倒不如你放手吧 起碼對她 對你自己來說都是好事 其實這個世界還有很多人關心你 我不想日都見到你這麼不開心 好 好 直到這一刻 我都一直相信 呼惠的花 會再開 雕探了的感情 可以重來 但是結果 我做回你的飯送給你吃 我都沒吃 等你 那你先告訴你自己吃 我吃了 原來一個不懂煮飯的人 無論怎樣努力都好 都做不好一份避風塘炒蟹 我曾經說過 每一年都要送給她最好的禮物 所以我今年 都準備了她最想要的 幫我被當天暗想中 描笑 從前是經心動怕嗎 只想聽到你說的話 原來是不可或決嗎 只想那一切沒變化 離別是不可避免嗎 只想再一次遇見吧 從來沒天荒地老 第一次 這麼不想送三十禮物給她 都沒牽掛 從前是激心動怕馬 只想聽到你說的話 只想聽到你說的話 原來是不可或決嗎 只想那一切沒變化 離別是不可避免嗎 只想再一次遇見吧 從來沒天荒地老嗎 但我卻多麼牽掛 從前是經心動怕馬 只想聽到你說的話 原來是不可或決嗎 但我已經心動怕馬 但我會不會連天葬